看會不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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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家如蕭隊10歲開始打 當然還受抄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 我們大寶貝對不對 笑得談起跟夥伴的搭配 李陽 王麒麟 這對羽球搭檔妙女如珠 不難看出兩人好感情 合駐多年打下不少成績 這回巴黎奧運 兩人聯手要再拼最高榮標 奧運過後 畢竟我們也經歷了一大段低潮 那中間過程也當然 經歷了很多次爭吵吧 畢竟彼此對羽球的價值觀 跟羽球的態度 也一直拿出來去做討論 東京奧運完之後 我們確實經歷了 滿長一段的低潮 因為有不止 對 可能就是會經歷 滿長的低潮 然後希望說 可以趕快擺脫這個低潮 然後兩個一起去 好好面對不一樣的情境 然後跟身分 林洋沛上屆東京奧運 威震世界 當時他們小組賽落敗之後 倒吃甘蔗 一路過關斬將 最後決賽 擊敗中國大陸 劉宇成跟李俊慧組合 拿下中華在奧運羽球的 第一面金牌 身為衛冕組合 即將面對各國挑戰 教練表示 上屆東奧對戰態勢比較明顯 但這次巴黎奧運 對手全部都拿過公開賽冠軍 實力堅長 人人都有機會 他常常在下面 跟我講說 我訓練態度很嚴肅 然後一上了場說 你就輕鬆輕鬆 然後結果上了場之後 我很輕鬆 然後我沒什麼事的時候 他一臉嚴肅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跟我講到輕鬆 我就做不到 怎麼辦 我下來就說 你不是跟我講到輕鬆 他就常常很多種類似的案子 真的是去挑戰每一組的學生 因為這一次 大家真的太平均了 那每個人都有機會 但真的都沒把握 所以希望在奧運的時候 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 畢竟這金牌 總會成為外界鎖定目標 李昂被動奧之後 成績也起步不定 但在巴黎奧運前 兩人努力調整 也對這場奧運放寬心 要全力一搏 李昂更表示這次巴黎奧運後 就會逐步退下戰袍 奧運後的台北公開賽 預計將成為他生涯的最後一戰 時候到了 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我覺得也29歲也打得滿好 也比原本18歲 可能那時候打不上來 要退役的時候 我覺得也多打了11年 我覺得對我來講 已經算滿不錯的 希望可以進學校 分享給一些 跟我以前一樣 就是大學可能成績沒那麼好 但希望他們還有打球 身家組織 然後打上成人國際的這些夢 希望可以傳承下去 伴力回排調整狀態 我國男單好手周天成 正在積極準備 準備迎來第三屆奧運的他 這一次披掛出身巴黎 周天成全力以赴 去年遭遇到得到癌症這件事情 的時候當然是有些震驚 但我不覺得這是自己 在場上的藉口 你自己既然上了場 你就是要跟對手去對戰 然後對手也不會因著你 發生了什麼事而對你手軟 身為台灣羽球一哥 周天成肩上壓力可不小 他在去年診斷出罹患大腸癌後 周天成反而更加積極面對人生 幸虧發現的早 切除癌細胞後積極投入訓練 靠著信仰跟信念 在去年11月海洛公開賽封王 也拼進奧運殿堂 更表示這不會是最後一屆奧運 他會繼續拼佔他最愛的羽球賽場 當然你想要拿牌 也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實力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成分 但是自己就是要有這個信念 就是說在每次訓練當中 你都是把這個信念 在你的訓練當中加上去的話 我覺得就是凡事都有可能 另外混雙組合 則由成都世大運奪金的葉宏衛 李嘉欣出擊 而這一對學姊學弟組合 合作已有三年時間 有過國際賽奪金經驗 這一次面對首次到來的奧運 兩人興奮之情 寫滿臉上 有時候不好會吵架 但是就是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在努力 但是場上我覺得希望是結果是好 比較好 面對的問題本來就比較多 然後畢竟又到這種大賽 肯定我們的準備可能就是要比別人多 因為他們好幾組其實都打過奧運的這樣 羽球混雙在1996年雅特來到奧運 才被列為正式項目 回顧中華混雙奧運 第一次是2004年雅典奧運 蔡家欣 陳文欣 當時16強落敗 2012年倫敦奧運 陳鴻林 陳文欣出征 當時分組預賽招淘汰 距離上一次混雙進奧運 已經有12年 我國的羽球異界 上屆東奧銀牌戴姿穎 也將再一次 批掛出征巴黎奧運 總計這次羽球一共6人參賽 包含女單戴姿穎 男單周天成 男雙李楊 王麒麟 混雙一紅位李嘉欣 要拼佔奧運殿堂 大約也是按照平常是在訓練 那可能比較會注重在 模擬的方面 有可能會做一個 模擬賽的狀況 調整狀態 積極訓練 把握奧運前 每分每秒 花都巴黎進戰 羽球國手 摸拳擦掌 TBN新聞張家寶 來一名高雄採訪報導 4到8月11號 請鎖定TP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